在游戏中,我们或许能忍得了防御塔被追,龙被抢,但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残血溜走,这能使很多玩家强迫症发作,但是我们追残血也要看看追的是谁,如果被残血反杀了也不是更郁闷,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四个反杀几率最大的英雄,追残血的他们千万要慎重。 小打几虽然看起来弱机,但是论残血反杀,他是有把握的,所以在追打几的时候要看他的蓝量,一旦技能cd冷却好了,回头给你一套,如果你是残血就会直接被他反杀,所以追残血打几去解剩。 草操曾经也是风靡一时的霸者,巅峰时期,伤害高,回血快,又不缺位移,很少有人能打得过他,如今他也经过了官方的削弱,即便如此,他的技能依旧可以快速吸血,如果你举着和他打,说不定结局就是换血,到时候就变成他追你了。 眼尾的伤害附带真伤效果,大招伤害高,二技能堪比吸血神功,同时伤害也很给力,脆皮就不要想着追他了,毕竟人家伤害高,能吸血,真看起来就是不一定呢。 说到极限反杀,怎么能少得了狂铁?狂铁即便残血,也堪比是满血,如果实在想追,最好多叫两个队友,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。 狂铁的技能除了爆发,最主要的就是回复和持续护盾了,低技能回血,大招护盾值最高可达三千,本身也有坦度,再加上技能加持,简直就是一块疯狂的能量体。 所以说到极限反杀,狂铁绝对可以算作反杀王。